北斗鎮新科鎮長顏洪麟就職典禮 貴賓身份出席的國台銘 送上這一尊木雕像 手拿官刀正氣凜然 官公是民間重要信仰 不過畫面曝光後 引起網友引使時調侃 顏家後代似乎不敗官公 相傳東漢末年袁紹輝笑 勇將顏良在白馬坡之戰中 被曹軍擊敗 而後關羽未報曹操後代之恩 將他斬殺 所以延續後人與官公 有不共戴天之仇 因此不敗官公 此外也有民俗老師提及 不只顏世後人不敗官公 姓蔡的也不敗 郭董究竟有無送挫禮 意外引發歷史典故 和宗教信仰的討論 三立新聞許書偉 帳號報導